音樂 嗨 大家好 我是陳靜 今天也請多多關照 昨天的直播谢谢大家的参与 今日の内容は 叉掌と并部量掌 組み合わせしていきます 今天我们的内容是 叉掌和并部量掌 组合起来训练一下 并部量掌 よく使用在道路中 起始、掌剣、起始と收拾 よく使用 始まる時の1個目の動き 最終動きよく使用 今天我们的動作 叉掌和并部量掌 并部量掌的動作 是在我们的套路里面 特别是掌剣里面 经常用在起始和收拾的时候 なんでこの動き すごいよく最後使用 三手使用 ということは 逆沉掌和并部量掌 立体的姿勢 或是 手的姿勢 斜身 也有 一目瞭然 可以 所以,最初和最后的动作,使用自己的动作,是一种很重要的。 我们为什么会在骑士和收拾的时候,会用并不量掌呢? 因为并不量掌,这一个动作可以看到我们的身形,包括我们的基本功,这个掌型的基本功,包括我们的站姿。 就是可能一目了然的就可以马上知道,马上知道是他做的会很好,或者是怎么样。 一个字是能分辨出来好坏的,大家都会知道的。 抱歉,有时候我的中国话和日语会参加起来抱歉。 然后,看起来的目的表情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一种立体姿势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一种立体姿势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一个动作就能看出来我们的好坏,分出胜负。 所以,非常重要,我们今天来一起练一下啦。 好,现在开始,始めます。 好,大家先看一下我的示范。 好的,那大家先看一下我的示范。 。 好,这个动作很简单。 但是,这种动作很简单。 但是,在练习的时候,意外的困难。 所以,我们一起练一下。 好,我们一起练一下。 我们一起练一下。 我们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哦。 我们,大家来做一下。慢做一下。 先。 立体姿势。 立体姿势。 まず,立体姿势。 那,今日做个杂菜。 好的,我们的,这个,站着的姿势。 先要,第一步要做好。 跟着, repetitive姿势的部分调整。 现在位置在对筂盈上。 靠这个 laten Bow着。 二指 我接着是一种 Patienten。 这样的素质二向。 放开动作。 必須防腐 左腕肢を右板へ寄装 臉部的右手是左方向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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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 Stock 股股膀是後面 顔是正直 眼睛的力量 OK 今天是動作的 再一次 上左腳 左前方 然後從腰部 右手插著 左手放在我們的 右臂上方 然後 換馬步 兩手的手心 朝上 第三個動作是 左腳向 右腳並攏 手心 外翻 右手掌 我們的掌 掌心朝外 左手的掌 掌心朝下 我們的 畫關節要往後 往後 挺胸 然後我們的肩胛骨要加起來 面部要朝前 眼睛要有 精氣神 我們的面部要有精氣神的感覺 好 就是這個動作 それでは 連續三回 やっていきます 好的 我們一起做 連續三次 來訓練一下 一 二 三 二回目 好 第二次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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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二 三 三 三 四 三 三 四 很乖巧,嘴巴太太,力勾有不可。 就是簡易,但是不想做. 連続一周改善,身上,肩膝盛了。 微穿得很漂亮。 所以我们上班才能试试。 今天我们的这个动作,虽然很简单,但是马上就能看出来我们对于这个武术的基本动作的理解,包括我们的这个能力马上就会知道的。 然后呢,通过这个训练我们可以,我们的臂部还有我们的这个整个上身会有一个收紧的作用,对我们的身材的练习也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希望大家来练一下。好的,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それでは今日ここまで終わります。また明日。拜拜,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